大家好,欢迎来到老频道 动物的一些行为可以说令人叹为观止 但有时候也非常奇葩 即使人类与动物共存了数百万年 我们仍然时常惊讶于它们表面上不合逻辑的举动 从奇怪的部位展示到把自己整个吃掉 今天我们就来探究一下这背后的原因吧 喷鸡海牛 海牛是美人鱼的原型 事实上这些巨大的海牛是通过不断放屁在水中进行移动的 你没听错 但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海牛的体重可达60公斤 一只成年海牛每天能吃下60公斤的水草 在体内产生大量的脚腕气体 体型相当的海洋生物 通常常有渔标来帮助调节浮力 这些器官里填充着氧气和其他气体 使得鱼类可以保持不成不佛的稳定状态 然而海牛并没有改生理结构 相反 它们会通过从肺部排除气体和放屁 而控制浮力 因此 它们只需要把气体憋住 就能上火 想要下沉时尽情地放屁就可以 我好像闻到了什么 聪明的乌鸦 这些长着黑色羽毛的鸟类 被认为是地球上最聪明的动物之一 因为聪明的乌鸦 除了懂得制造 而使用工具来获取食物 它们似乎还明白排水原理 科学家通过实验发现 乌鸦会把石头用尽装入水的关子里 让食物浮起来 甚至能记住不同的人脸 也就是说 如果你对它们不好 这些鸟可是会怀恨在心哦 研究显示 乌鸦的智商相当于七岁的人类儿童 这得归功于它们特殊的大脑结构 与其他鸟类相比 乌鸦的晴脑要大得多 而晴脑是高级智能活动的区域 比如问题解决 和复杂思考的发生区域都在这里 该区域 约占乌鸦大脑总容量的80% 这在比例上 与人类大脑惊人的相似 会打枪的虾 身长只有3.8厘米的枪虾 看来并没有任何威胁对吧 然而这种低调的小生物 却藏着一件致命武器 就在他们的前置上 其大凹梁子就染荷龙时 速度可达到 今年的97公里每小时 过程中 产生的暴音高达218分贝 这比大多数的强声还要响 看来强虾的名字不是白叫的 但由于他们的提醒太小 所以听着更像把鸟奶倒在麦片上的声音 巨大的声响 来自于它特殊的虾前结构 主要由储徒和旧窝两个部分组成 墙下会将粮子张开 蓄势待发 当储徒打入旧窝时 将形成一股速度高达32米每秒的强劲水流 高速 湿的水压急剧降低 形成真空 放射出的水流 注意把附近的猎物寄云 冲击波还会产生三光 和4427度的瞬间超高温 所以即便枪下只有手指大小 我们也不要随意去触碰这些超级手枪哦 中口味的水豚 水豚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最可爱的自尺动物 这些半水漆动物 尖高约0.6米 体重可达60公斤 它除了喜欢吃水果、草和蔬菜以外 它们的食谱上还有一种自制的中口味美食 就是自己拉的食 虽然听起来很恶心 但这种奇怪的行为 其实是一些动物的正常行为 有时水豚无法安全消化 腹中的食物 它们就会通过吃自己的分辨 来进行二次消化 这个动作一般在早上进行 因为此时 其排泄物当中的蛋白质含量还非常高 你现在还觉得水豚可爱吗? 装饰的蜻蜓 交配对于一些磁蜻蜓而言 更像是欢呼生死的搏斗 交回过程中 粗暴的熊蜻蜓可能会对磁蜓造成伤害 甚至导致其死亡 因此为了逃避暴力的雄蜓 保护自己 有了磁蜻蜓 学会了装饰 2017年 卫士科学家就曾目睹一只名为 魔人豪克的磁蜓蜓 被雄蜓少了 突然间被追赶的磁性从空中掉落到地面上一动也不动 好像死了一半 但在熊蜻蜓离开之后 倒地的磁蜻蜓瞬间又飞了起来 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事实上 虚假动物都会通过装饰 以躲避不食者的攻击 但为了避免被抢X学会装饰 还第一次在动物身上看过 爱喝酒的猴子 我们时不时会喜欢喝点酒精饮料 但除了人类之外 还有一种动物也有这种爱好 生活在圣基茨 余尼威斯和巴巴多斯加热比海岛上的常卫猴 是除了你的喜欢喝酒 为此 他们会从酒吧偷走一层瓶酒 或者偷喝游客的国酒 这让科学家感到很疑惑 于是 他们开始对自己猴子的行为进行观察 研究表明 猴子并非只喜欢饮料中的高糖分 在有的选择的情况下 一些猴子反而更偏爱酒水 看来他们十分享受 醉酒后迷迷糊糊的感觉 研究还指出猴子的饮酒习惯 甚至与人类的相识 他们有的会偶尔的小酌一杯 有的这根本停不下来 使它昏睡过去 尽管猴子的双手非常灵巧 但他们似乎连酒瓶都拿不稳 吃自己的蛇 你见过猫咪攻击自己的尾巴吗 真的很滑稽 但是如果一条蛇也这么做 画面简直不忍之事 事实上吞噬尾巴的蛇 这股就是一种象征符号 比如它表示生命轮回 这个标志虽然好看 但蛇摇尾的原因 却一点也不好玩 由于蛇不能调节自身体温 因此这些人血动物 需要通过晒太阳或照射热灯来取暖 想要两块时 它们会爬入水中 会躲到阴凉处 而当身体过热时 蛇会变得异常混乱 高温也会加速它们的新陈代谢 使其产生饥饿的错觉 进而驱使它们攻击 并吞噬任何出现在眼前的物体 甚至吃自己的尾巴 进化机制 让蛇不会对咬住的猎物松口 所以一旦它们开始自我吞噬 没有人念阻止 蛇自身也无法控制 无所畏惧的山羊 世界上的一切都尊全万有能力定律 除了山羊之外 这些尸体动物 用了超强盘怕的能力 简直违反物理学 例如北美野山羊 它们的一生 几乎都是在悬崖峭壁上渡过 而欧洲的阿尔卑斯群羊 更是没有爬不上去的地方 即便是接近垂直的角落 除了平衡感及墙以外 它们相对柔软的低质 能很好的帮助其将自身重量分散 并紧紧地抓住眼壁 山羊进化出飞烟走壁的本领 是为了能吃到生长在高处的苔鲜 岩石中的矿物眼 以及树上美味的果实和叶子 虽然这可以被理解 但看见一群山羊爬到树上 比如莫洛哥的山羊 我相信足以让爱因斯坦的位置震惊 为了树上美味的坚果 它们总是会为此而跳上七米高的树顶 看来没点本事连饭都吃不上呢 熨岛羊 虽然有了山羊无所畏惧 但有一个品种非常奇怪 稍微被吓一下就会整个讲住 这些搞笑的动物被戏称为云倒羊 原因是它们患有先天性的机枪之症 遗传硬质的缺陷 导致它们在受惊时肌肉会出现短暂僵硬 它们会对羊造成伤害或痛苦 但整天被为了着热纸的人故意吓唬 也挺烦的 熊猛的喜鹊 澳大利亚的喜鹊 似乎用熊猛来形容更加合适 因为这些可怕的鸟会俯虫而下 对经过骑驻走区 都无辜行人发起攻击 比如画面中这个倒霉的孩子 这些黑白色的澳洲喜鹊性情暴躁 每年春天 独澳民众都要全副武装 并尽量逃避从天而降的部署之客 而且仅在2020年 就有多达600人被捉伤 但澳洲喜鹊并不是发疯人 而只是想保护自己的巢穴 这种全防卫的防御策略 很有效驱赶 出现在繁殖剂的捕食者 50米范围内的一切生物 几乎都难逃他们的袭击 滑稽的灌海豹 为了博取女性的好感 一些男性会特意抬头挺胸 让自己看起来更加强壮 但当雄性灌海豹 试图吸引配偶注意时 画面有点让人眼峻不尽 通过关闭一侧鼻孔 他们能从鼻腔中 推出一个有弹性的重启宝膜 由于上面布满了血管 所以看起来就像一个红色的小丑鼻子 雄海豹会对着周围的吃性 挥动膨胀的鼻囊 一展示自己有多么强大 因此气囊越大 他们求偶成功的几率就越高 然而大鼻子 除了用来求爱之外 还是这些体重可达400公斤的雄海豹 争夺配偶斯相互对抗的武器 为了避免自体冲突 他们往往会通过比较气囊的打小 来决定谁是优胜者 巨大的猎鸟群 黄昏时分 天空中突然出现的形状 和会指变化莫测的巨大海云 绚丽又奇异 事实上 这是数量多达数千只的猎鸟群 当神奇的舞蹈秀在高空上演时 场面非常壮观 虽然一开始只有几百或几千只鸟聚集 但渐渐得更多的成员将加入其中 1999年 英国沙漠塞特郡出现的猎鸟群 数量甚至达到了惊人的600万只 但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